国际佛光会有意捐赠50万剂的交生疫苗给国人施打 目前最新进度如何呢 今天指挥中心证实了 已经在协助国际佛光会洽谈当中 而对此国际佛光会表示 希望很快可以有结果 期盼政府民间一起努力 预计在最快礼拜三就可以洽谈到细节 包含了确切的疫苗出货数量 到货时间 疫苗的费用 以及协助运送的是哪家航空公司 尽管国内疫情 这两天的确诊数有趋缓 但疫苗采购进度仍备受关注 民间团体国际佛光会先前表态 要捐助约莫50万剂的美国交生疫苗 指挥中心证实 目前双方已经在接洽 就要有初步进度 像佛光山昨天我就跟 卫武部的薛志长我们两位 就有还有庄文祥副署长我们三位 就一起跟佛光山的代表 有做过一些说明 那我们也告诉他 我们怎么如何来做协助 所以后续他才会回去 联络他的代理商等等 由于国际佛光会属于民间团体 想要申请疫苗进口 得依照法规委托代理商申请 附上执行计划 药品说明书等八项资料 再由采购窗口售理 让卫福部食药署协助审查 通过紧急使用授权后 再由指挥中心调度使用 而除了国际佛光会 另外还有三家民间团体也被点名 也申请进口疫苗指挥中心这么回应 不管是公文或是申请的 这样文件的是有四个机关团体 四个机关团体 那我刚刚说明 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做协助 力提疫苗进口的速度 国际疫苗会也透露 现在正值美国纪念阵亡将士的长假 预计最快周三就能洽谈细节 包含确切的疫苗出货数量 到货时间 疫苗费用以及协助运送 是哪家航空公司 也坦言这次捐赠疫苗 牵涉到国内法令 不像过去捐赠物资或资金这么简单 但还是会全力以赴 希望可以替我国疫苗进口 带来好消息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忍行